哈囉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植物解說員 今天呢要來為大家介紹的這棵樹種 叫做胡椒木 胡椒木呢是屬於雲香棵的植物 然後胡椒木呢你看它的葉子 它是屬於這種灌木類的 灌木類的呢就是它的枝 就是枝槓 長的高度呢不會超過三公尺以上 小小一棵的這種叫做灌木 然後我手上的這個呢是胡椒木的葉子 它的葉子呢大家看它的葉子 你看這枝條嘛 你看分過來一個 過來又一個 沒有一對一對的在一起 是分開的 這種叫做葉護神 然後這是它的小葉 你看這每一片都是它的小葉 你看小葉就這樣一對一對一對的呢 所以叫做小葉呢就是對身的 所以胡椒木呢是屬於一回形的 魚莊複葉 然後胡椒木它葉子都這樣小小片的 就是它小葉都小小片的 然後是屬於軟形葉 然後還有它的葉背 葉背在遠遠的地方看 就有這樣白色一點一點的呢 然後這是線體 整個葉子呢都密備著很多的線體 然後它的葉子非常的油亮 然後很濃綠色的非常亮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徵就是 它的這個枝條你看 感覺它小枝不太像普通的枝 它旁邊感覺兩邊會有這個 就分出去的東西 這叫葉翼 就翼是翅膀的那種翼 就葉肘的地方有這種翅膀 所以就叫做葉翼 然後呢胡椒木為什麼叫胡椒木呢 就是因為它的整棵樹 有那個胡椒的味道是叫胡椒木的 然後我的解說就到這裡解說 謝謝大家